欢迎收看自然简单 我是思考德老师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上的是九年级 就是国三的自然 目前的进度呢 讲的是位移跟路径 路径就是路程 位移跟路径场的一个问题 那什么是位移还记得吧 所谓的位移呢 他就是关心终点跟起点 他只关心起点到终点的位置变化 那中间怎么走他都不管 叫位移 位移他只关心起点到终点 他的算法就是用终点的位置 减掉起点 所以简单说 要求位移很简单 终点减起点 就是终点去哪边 那个数字减掉起点 就是答案了 那减出来答案可能是负的 因为位移本身具有方向性 所以减出来是负的没有关系 表示他的方向是另外一个方向 比如说是东方为正向 西方就是负向 如果你算出来答案是负的 表示要往西方走 就往西方 就好 西方快乐去的 好呢 这个是那个位移 位移的那个路程 或路径场 他就是一步一脚印 有多少 走多少 算多少 就好像我们那个汽车里程表 里程表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那个里程表 他总不会因为你今天往北就是家 往南走就扣回来 他不会扣的 因为他不是位移 所以里程表那个就是所谓的路程 就是路径场 好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在讲义的题目 我们题目还蛮多的 把它稍微做一个结束 然后在那个第六页 第六页呢 有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笔记 我就没有说明 但有个东西我稍微讲解一下 虽然这个题目我们下面还会再遇到一次 就说他有个例题 他说绕一个半径是50公尺的圆形跑道 顺时中方向跑步 那他从甲点跑到乙点跑完了半圈 他题目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圆形跑道 然后这个是方位表 往北就是上面是往北 然后这个是甲的位置 这是乙的位置 乙在这里 那他是说 他的半径是50公尺 把它记录一下 他的半径 半径就R R就半径 半径是50公尺 然后呢 他按照顺时中的方向跑步 顺时中怎么顺 从甲跑道乙是往这边跑嘛 叫顺时中方向 对不对 然后跑道乙 跑完半圈 第一个问你说 他的位移是多少公尺 来 如果你是跑半圈的话 你的位移要怎么求 位移他只关心什么 终点到起点 对不对 就是起点到终点的那个长度 但是他算法是终点减到起点 所以你看 他其实位移就关心说 甲到乙的直线距离啊 那甲到乙的直线距离 不就这样拉起来 拉起来他叫做什么 叫做直径 你半径是50 那直径呢 不就100 所以位移答案就是100 因为位移只关心说 甲到乙画直线到底是多少 所以答案是位移是100公尺 好那在下一题问你说 他的路径长是多少 路径长 路径长 路径长就是路程 我写路程好了 字比较少一点 好那路程怎么求呢 路程的话呢 你就要算哪边的 你要算的是 这一个半圆的圆周长 你要算这边的长度 有没有 这边到这边 圆周长还会求吧 圆周长叫做直拍 直径成与拍 没有直径成半径 叫直径成与拍 那他的直径是100啊 直径成与拍 叫100拍 可是100拍 这一个是整个圆的圆周长 我这边只有一半 叫半圆 要不要除二 当然要除二 所以除二之后呢 答案就是50拍公尺 所以他的路程呢 是50拍公尺 这样子OK吗 这讲的是那个位移跟路程 跟路径长的差异 位移就讲直线 哪边到哪边的走直线就可以了 如果说甲跑一圈 又回到甲的话 从甲位置啊 跑一圈回到甲 这个时候位移就是0 因为他根本就没动 从这边出发 绕一圈回来就没动了 所以位移是0 那如果考路程呢 如果是绕一圈的话 路程就是圆周长 圆周长就是这边100拍 因为直径成语拍吧 答案是100拍 如果是跑一圈的话 没有他跑半圈啊 所以位移是100公尺 然后路程是50拍 这个OK哦 好 再来我们看那个 在 第 六页的底下 有那个ST图 关于那个圆周率的拍啊 我们在国中用拍就用拍的 用拍就不用3.14的 你用3.14那种不用3.1415926 甚至3.14后面还有好几百万位啊 所以我们就不用乘出来 我们在国中就用拍来去代替圆周率 所以就比较方便很多了哦 那国小不行啊 国小可能就是要你乘出来哦 他就把那圆周率啊 换成3.14去算 换成3去算也可以哦 就算一个大概的值哦 可是我们国中不用这样子 好吧 我们用那个圆周率用拍来表示啊 好再来看一下那个 第六页底下呢 要画图哦 我们这边有几个图是XT图 要同学自己来去画 所以那个讲义下面是空白的 空白是老是觉得有些东西哦 你要自己画过才有感觉啦 好所以我就就没有写给你了 自己画来 我们就来自己画这边是零哦 什么叫XT图啊 X指的是位置 那T叫时间 它是位置跟时间的关系图 称为XT图 那我这边就简单写几个情况 给同学参考 那我在这边再给一些数据好了 这从零开始哦 这边对过来是10好了 10不是10啊 10哦 这对过来是20 往这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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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给个数 给个数字表感觉哦 这边是4好了 这边是6 这边是8 这边是10 好 单位是秒好吧 这边单位是秒 这边的单位是公尺好吧 然后呢 往上 往上的话呢 通常他没有讲 你就不用理他了 如果他有说 往上写个北 代表说 正向是往北 那这边就往南 这样知道吗 好 好来看这里哦 XT图哦 我来解释一下 你先认识他 你就不会怕 因为其他的东西蛮简单的哦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位置跟时间的 一个关系变化图 那要怎么看呢 那你这样看哦 他从原点出发 他从零出发 零到四秒的时候呢 他一直往北走 到第四秒的时候 走到北方十公尺处 结果你发现 四到六有没有动 没动呢 为什么没动 你怎么看的 四的时候是十公尺 十公尺处 六秒的时候 还在十公尺处 根本就没动 所以这个阶段 称之为休息 我们发现 ST图的一个水平线 指的是休息 休息就是没有动的意思 就是他没有在动作 就是没动 他没有在移动 没动呢 你又发现哦 六到八秒的时候 他要动得很快啊 有没有是很懂 越斗表示他的速度是越大了 他动得很快 跑到二十去了 跑到二十公尺处的位置 结果呢 八到十秒之后呢 这两秒之间 他急速的又回到原点 马上又往回走 这是往回走 所以来哦 问你几个问题哦 他这边的方向 转变了几次 从这个图来看的话呢 这个人哦 从零秒到十秒 我这边写一下好了 同学可以做记录一下 0到10秒之间 他的方向改变了几次 方向改变什么意思哦 往北的变往南 往南的变往北 就是方向改变了几次 好 来方向改变了几次 你要怎么看 对你要看那个转折点 怎么看啊 来看看啊 0秒到4秒的时候 他有没有往回走 如果没有往回走 表示方向没有变 他只是休息而已 休息又再往北走 一样方向没有变 什么时候变 这个时候开始变了啊 所以方向只改变了一次 哪一次 就是这一次 一次 在这里哦 这个地方刚好方向做改变 他就开始往南走了 这样知道吗 方向就改变了一次 这样子的问题 OK哦 好那这个是XT图比较简单的认识哦 我们再画下一个图 带有几个图给同学参考一下 下一个 你也可以把它画下来 这个是0秒 这是T是时间 这X是位置 然后我现在这边有给数据 我给个图好了 我这样画 来这样子哦 来同学来 他的方向改变了几次 然后以这个来看的话呢 这个是XT图哦 对不对 他的方向 方向改变几次 好 所以答案就是 看哦 这边都一路往北走 往正向走 有 改变 开始往北走 往南走又往北走 如果这边是北好了 这边是南的话 到这边又开始往南走 往南走到这边的时候 又开始往北走 往北走到这边的时候 又开始往南走 有没有 所以发现 所谓XT图里面那个转 就是方便 那个转折是要折下来 不是说水平的哦 这样知道吗 这个水平就没有哦 它是要折下来 要折下来的 所以方向一共改变几次 这是那个ST图 讲那个方向改变的部分 这OK吗 OK哦 好 那我们再一个那个 再一个图 这有两个人呢 他的出发点不同 像A来看的话 这是秒 0秒的时候 他在20公尺的位置处 然后一直往哪边走 如果假设我的北方 是上面的话 假设上面是北的话 假设了 这题目我会给你 我现在都没有给我先讲一下 往北就是正向 往南就是负向 所以你会发现呢 那个A的话呢 他是从20公尺处 一直往南走 对不对 走到这边 走到15公尺处的时候 在这里 怎么样 遇到B 为什么遇到B 因为是交叉点吗 其实不是 你要看这里哦 他这个 也是啦 ST图里面那个交叉点 就是相遇的意思 他在同个位置有遇到 所以A跟B 他在第8秒的时候 就相遇了 第8秒遇到 注意哦 ST图里面的这个交叉点 就是相遇的意思 他们在第8秒 刚好就碰头 但是方向不一样 对B来说呢 他0秒在远点的位置 到第8秒的时候 走到15的位置去了 所以他是一路都往北走 那个B是从0开始往北走 那A从20开始往南走 对 然后走到第8秒就遇到B 遇到B的时候呢 他的位置在15公尺处 所以这边呢 什么意思哦 这个图告诉你说 他们是第8秒相遇 ST图里面的这个交叉点 指的就是相遇的意思 第8秒相遇 相遇在哪里呢 相遇在转角吗 不是 他们相遇在15公尺处 相遇在15公尺处 这15公尺处 这15公尺指的是离远点的15公尺处 好了 更清楚要写北方了 相遇在这个北方 北方的15公尺处 他们就相遇了 好那相遇的时候呢 问你两个问题 问位置 A好了 这个A点呢 他0到8秒的位置 位置是多少 位置的几公尺 那B的话呢 一样 0到8秒 的位置 是多少公尺 我简单写一下 好 这个A指说 0到8秒的时候 他的位置 B也是 0到8秒的位置 那你要怎么求 OK吗 好来怎么求呢 好没有说 你要求位移 他只关心终点跟起点 求位移的时候 叫终点减起点 以A来看 A哦 他的终点第8秒 在15的位置 他起点是20的位置 有没有 终点15 减掉20 叫15减20 那15减20 答案多少 答案是-5 所以A在0到8秒 他的位置是-5公尺 为什么是-5公尺 因为北方是正向 -5 表示往南方走 所以他的最后 在8秒的时候呢 他的位置是从原来的位置 往南方移动了5公尺 所以我们说位移本身 具有方向性 有没有 减出来的答案是-5 他是有方向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答案 就是-5 加起来 等于位移-5公尺 那B呢 B一样 终点减起点 B的第8秒 在15公尺处 他的0秒呢 对过来 是0公尺处 有没有 15减掉0 所以15减掉0 等于什么呢 一样是15 所以B就位移了15公尺远 那这个是正的 所以代表说 B在0到8秒 往北方移动了15公尺远 那A的话呢 0到8秒 往南方移动了5公尺远 为什么往南方 因为这边是负的 以正向是北 负向就是南 好 这个ST图有没有问题 可以哦 我讲得够清楚了 好 来我们来看那个教英文 抱歉我英文有够烂 你不会期待我教英文 我一样的单词有三种不同念法 你会受不了 来看那个第七点 描述位置呢 必须要具备哪三个要件 我们要描述一个正确的位置 要讲出参考点 要讲出方向跟距离 对不对 所以答案选的是C 这简单了 好看那个第二题 他绕一个半径 30公尺的圆形跑道在跑步 然后呢 面向东起跑 并以逆时针的方向 跑完了半圈 那大雄位移多少 什么东西 还要往面向东跑 那我画一下 来第二题 第二题 圆形的跑道在跑步 这圆形 他说半径是30公尺 这圆半径30 所以R我写30 然后面向东起跑 以逆时针方向 跑完半圈 同学哪边叫东方 因为这边有方位的问题 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地图上面呢 往上都是北方 所以才会这样写 所以往上是北 那右边就是东 左边就是西 不是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嘛 这边是南 上面就北啦 对不对 所以他听过说呢 他是面向东方起跑 按照逆时针方向 什么叫逆时针 逆时针跟顺时针 跟我们那个 程时针没关系 这边讲这个是那个 要按照逆时针方向 向东起跑 面向东起跑 逆时针 这样子是顺 对 这样叫逆 如果这样子逆的话 你要面向东方 在这边起跑的 有没有 在这边嘛 逆时中方向 我就这样子跑过来 这样是面向东方 没错嘛 这样跑跑跑跑 跑过来 所以面向东方 逆时中跑 他会变成这样跑 他在这个位置 他跑多少 他说跑了 跑了 跑了半圈 跑了半圈 那很明显的嘛 你半圈跑哪去了 你半圈 当然跑到上面去了 这样不是就半圈 你跑半圈的时候 你跑到这边的时候 你的面向方向 不是面向这里 有没有 变成这个方向看嘛 你这样子跑过来 跑到这边来 面向西方 所以跑半圈 就面向西方 那他说 大雄的位移是多少 位移 你看哦 我们说位移怎么样 他只关心 终点到起点的位置变化 他的终点在这里 这边是终点 终点在这边 这终点 这边怎么样 这边叫起点 那我们说位移啊 他只关心终点跟起点的直线距离 那这边拉起来变什么 是变直径 半径是30 直径呢 60 那再来看哦 我们说是位移 他只关心终点到起点 起点在这 终点在这 往哪个方向 往北 有没有 所以他是位移 往北方60公尺处 所以跟这个 这个向这方向是没关系的 他是往北60公尺 所以位移是向北60 答案选的是B 这样子OK哦 好 看那个第三题哦 他说那个 他说 巧巧呢 他向西走三公尺 又向南走四公尺 他的位移跟所走的路径长 各是多少 又向西又向南 然后问位移 又问路径长 那么这题其实有点小抽象 有些东西觉得不会啦 那有些觉得说 这种抽象都没有图哦 没有图我们就自己画 一样哦 我们的方位大概这样子哦 上面是东 上面是北啦 右边就是东 然后左边是西 那这边就南对不对 按照题目的意思 我们就自己画一个那个参考图好了 好 所以先向西走手三公尺 假设在这边好了 这是个坐标 我简单化个坐标 这是东 这是北 好 这是起点 对 他说呢 他是先向西走三公尺 对 从这边开始 向西 那边是西的 向走过来三公尺 这边三 然后呢 右向南走四公尺 往 向南是往下 往下这边呢 又四公尺 我问你说 位移跟路进场 那什么叫位移 位移讲直线啊 对 所以 从这边是起点 这边是终点 什么叫位移 拉直线 这边到底有多长 多长 太棒了 数学有学过 3比4比5 有没有 所以他位移了几公尺 答案是位移了五公尺 那他走的路进场呢 走多少 算多少 全部加起来 这样走三 这样走四 三加四 答案是七 所以他的路进场 就是七 位移只有五 选这一个 位移五 路进场之七 所以答案选这个 这OK 好 再来看那个 第四题 好 第四题 他讲那个是 高速公路 那个里程表的问题 他说呢 从饭店出发 经过高速公路 看到标示 他标示说 综合交流道 是36公里 龙潭交流道 是68公里 那下列叙述 何者正确 第四题 他看到路上 那个高速公路的路标 对不对 他这边写啊 综合 综合交流道 是36公里 又一个 他写个龙潭交流道 龙潭卖那个花生堂 很有名的地方 有没有 龙潭交流道 他是写68公里 同学你看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 看到这两个的一个 路程的一个指标性 代表什么意义在 代表说 你从这个位置 你要到综合交流道 还有36公里远 从这个位置 到龙潭交流道 还要有68公里远 对不对 那 这两个位置到底差多远 要相减不是吗 所以 你用那个龙潭 扣掉综合的 所以综合到龙潭有多远 68扣36 它这两个相差是差32公里远 也就是说 你到了综合那个点的时候 去看那个指标 往龙潭的 就会变成32的 好 这样大家懂意思哦 所以要问你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呢 答案就选择是 租的这个 综合交流道 到龙潭交流道 还有32公里远 这OK吧 好OK啦 这个 这个应该没问题哦 有问题问你爸 这个怎么怎么看着 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他说呢 这里差不多啊 来这简单的 我们做过了就不做了 还是讲一下 这个不做 觉得好像怪怪的 东跳西跳 来看那个第五题 我把图画一下 这个是甲 这个是乙 然后呢 放位 方位哦 方位就是上面是北啊 然后他说 他绕一个半径是50公尺 这个数据跟我们刚才给的 又差不多 半径50公尺 好 他是按照顺时钟方向跑步 从哪边开始跑 从甲跑到乙 从这边跑顺时钟 顺的将跑 这样是逆 顺将跑 然后他问你说 这个位仪移是多少 位仪是多少 位仪怎么样 只关心终点到起点啊 所以终点扣起点就好了 所以你把那个 起点到终点好了 但是算法是终点减到起点 所以你要求位仪啊 用终点的 跟起点这样看 拿一条线过来 你从起点到终点 怎么过去了 这样过去 这样过去什么方向 答案是向哪边 向C 有没有 这上面是北嘛 左边是C啊 所以他向C 向C几公尺 因为半径是50嘛 向C100公尺 所以他的方向要向C 向C100公尺处 答案选的是C 记得哦 讲到位仪就要讲到方位 通常会讲到方位 方位就把它讲出来 这第五题 好 再看那个第六题 我把那个图画一下 它是一个正六边形 我最讨厌画正六边形的 因为正六边形很难画 怎么画的不像正六 来看那个第六题 第六题给的是一个正六边形的图 不管了 就这样子 这正六边形 然后这个是 A B C D E F 好 他说如图所示呢 这个正六边形的道路的边长 都是 都是十公尺 这边都十公尺 每边都一样 因为正六边形嘛 他说从A开始 瞬时针方向走到F 从A开始走 瞬时针是这个方向走 瞬时针方向这样走 走走走走走到F来 走到F 他说 他说他的位移 跟路径长分别是多少 位移 位移就简单了 位移只考虑什么 终点扣到起点 他的终点在这边 起点在这边 所以你位移等于是这一段而已 不用管这边的 位移看直线 A到F 看直线 A虽然绕一圈到这里 可是位移看直线而已 多少 答案就100 所以他的位移是100 因为位移只看你最后的终点 跟起点 有多长 只有100 位移是100公尺 那他问说那个路径长呢 路径长就是走多少 算多少 没有 一个 两个 不是什么100 10公尺 好那个 有没有人 好 好浅了 10公尺 这个 A到A每边都10公尺 A到F是10公尺 我并100去 那A到F的那个路径长呢 就看 12345 50公尺 所以要讲路径长 讲路程的话呢 答案就要选50的这一个 所以分别是10跟50 10跟50 答案选的是C 好再来看那个 下一页 在第8页这边 这边是那个历届题目在考 就是考那个 位置跟路径长的一些 那个第一题 好题目是说呢 小慧小明小美 三个人的位置呢 如图所示 下列对于小慧的位置的描述 小慧 小慧的描述要描述他 他说何者正确 A他说 小慧在北方4公尺处 谁的北方没有讲啊 A都不对了 看B 小慧在东北方4公尺处 你就没有讲谁啊 不行他在AB都不对 是他说 小慧在小明的北方3公尺处 小慧 在小明的北方 123 3公尺处对不对 对 所以答案选C 朱花说 小慧在小美的东北方3公尺处 小慧在小美的东北方3公尺处吗 不对 因为 如果讲的是小慧跟小美关系的话 小慧在小美的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是东北没错 可是不是3公尺 应该是3 2公尺 对不对 为什么 这边三格这边三格 不就1比1比2 3倍放大 所以 这边的长度斜边长叫3 2 所以正确来说 小慧在小美的东北方3 2的位置处 可是一般这样讲法很奇怪 比如说你跟同学说 我跟你约在那个 中立火车站 前方的50刚号2位置处 很奇怪50刚号2什么东西 一般我们不会这样讲的 不管了 这个题目这样出 所以答案选的是C正确 看第2题 好他问你说呢 在第4秒跟第5秒之间 合者的位移是最大 所以你只关心第4第5秒 其他都不用看了 看第4跟第5这两个的差异 4到5对 结果甲怎么样 没有动 没有动在休息 其实甲从第2秒开始休息 他0到1秒的时候 走了5公尺 2到2秒走到10公尺 后面全休息都没动了 都在10公尺处 所以他4到5 一样就是走的是0 乙的话呢8到10 两公尺 丙的话12到15 3公尺 所以答案是 丙的3公尺 他位移的比较远 答案选丙 就讲的是那个位移 我们觉得很简单 简单对不对 这边不至于考太复杂 因为复杂的在后面 不是 那个也不用怕 这个没什么 他的方位 这里要讲方位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简答题 简答题我们就尽量回答 仔细好了 就不要 不会被乱扣 他题目是说呢 甲声从A出发走到B 然后B又到C C又到猪 他就 很有趣的 从A到B B到C C到猪 这样走 然后呢 第一个问你说 甲声的路程 有多少 然后讲应那个印错的 自己改一下 这路程的那个程 不是成功的程 我可能有印错 后面会改 这路程 他路程多少 再来呢 他的位移 位移是多少 第一个讲路程 路程就是走多少 算多少 对不对 走多远算多远 通通加起来 10加20加10 答案就是40公尺 单位是公尺吗 单位是公尺吗 没有写单位 没有单位 那就不用写单位了 我解答给单位 那就不用理他 因为他没有讲单位 这单位就不用写 没错吧没有给单位啊 所以 位移是40 单位就不用了 好了位 路程是40 那位移呢 位移他只关心什么 终点 跟起点的位置变化 对不对 你就看 也是起点这个方向 位移从这边到这边 这样叫位移 往哪个方向 往右 虽然位移是向右 向右几公尺 20 所以答案是向右20 没有公尺 一直讲公尺 他没有单位 答案向右20就好了 他是20向右 或向右20 那有单位都写单位了 20公尺20公尺 再把它写出来 好不好 那这是那个第八页了 好那太棒了 我们刚好把那个1-3速率跟速度 就到礼拜一的时候 做一个完整的解说 好不好 这样比较一气呵成 可以把它讲得完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